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没白受苦 抽的是上海那么高消费的地方 这生活费学费是一大笔钱 加上她想让女儿再把纯布修复一下 又是一大笔钱 李喜娟把存折以及塞在各处的零钱数了好几遍 还是不够 女儿从初中的时候就把复旦大学确立为自己的目标 所以分数出来后报志愿 李喜娟看着闺女脸上兴奋的表情 实在是不愿意让女儿失望 可是钱去哪里凑呢 李喜娟当年嫁给陈颖的父亲陈大威后 两人还是甜蜜 陈大威是跑大车的 整天风里来雨里去 有了李喜娟后 对这个媳妇也是疼爱得很 每月都乖乖把工资交到媳妇手里 只是这种好日子没有过多久 陈大威就出车祸死了 那个时候陈颖才五岁 由于陈大威对车祸负有主要责任 所以李喜娟并没有拿到什么赔偿 公婆因为李喜娟生的女儿对她也不待见 跟着小叔子生活了 李喜娟只好带着陈颖接难度日 李喜娟知道女儿不能太穷养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给女儿买新衣服 买玩具 怕闺女受委屈与危险 李喜娟每天准点接送 一直到初中毕业 也因为这个 李喜娟干不了什么好工作 她中午还要给陈颖做饭 所以这些年 都是减些时间要求不高的零攻打 也因为这样 李喜娟没有攒下什么钱 俩人的生活已经是竭尽所能 存款是想都不敢想 好在陈颖也争气 学习上从来不让李喜娟操心 年年都是名列前茅 学费可以助学贷款 生活费也可以通过打工赚 只是 这修复兔唇的手术费怎么办呢 女儿懂事 这些年从来不说 但是李喜娟知道 女儿因为自己凸唇很自卑 读大学了 她不希望女儿在同学里抬不起头 当年刚出生的时候 看到女儿是凸唇 李喜娟当时就慌了 倒是陈大薇比较淡定 到处凑钱给女儿做了初期修复 但是女儿的问题比较严重 还需要做二次修复 才能勉强看不出来 李喜娟早就去医院打听过 至少那两三万 这些年一直没有闲钱为女儿做 妈 对不起 我不想去做手术了 陈颖看到母亲为自己发愁的样子 觉得自己有些任性了 不该答应妈妈去做手术的 妈妈希望你美美的 你放心 我们一定有办法的 李喜娟生的白净 腰神风雨 自带一股少妇美 这些年 没少男人打她的主意 只是 李喜娟知道 继父这个身份 如果一不小心 就会引狼入室 加上再婚家庭 关系会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一直单着 李喜娟娘家已经没什么人 就剩下一个哥哥 也多年不再联系 李喜娟想了半天 要是借钱 也只有王大强一个人选 王大强是李喜娟打工的超市的老板 大富翩翩 离婚了 手底下有两个超市 其中一个就在李喜娟住处附近 另外一个就是王大强的姐看着 离这边两个路口 王大强这人好色 有嘴花舌的 店里的几个女员工 都被他调戏过 传言他还跟店员小董有一腿 也不知真假 反正小董上班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王大强多次对李喜娟动手动脚 好几次还把李喜娟堵到后面的仓库里 都被李喜娟给骂走了 但是李喜娟知道 王大强并没有罢休 没人的时候 他仍然想方设法地占李喜娟的便宜 搞不好 这次借钱要失身 想到这里 李喜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这天 李喜娟值晚班 看大家都走了 他走到在算账的王大强面前 老板 我闺女要读大学了 我手头有点紧 想先预制点工资 预制几个月了呀 王大强光顾着算账了 没抬头 先预半年的行吗 李喜娟有些底细不足 他每个月工资两千八 平时自己和闺女花 加上一个月六百的房租 所剩无几 半年 你真是砸开口啊 我每个月进货不得钱啊 给大家发工资不得钱啊 王大强抬头看了看李喜娟 一脸不悦 我这之前可没这些力 不过 也不是不可以 你是聪明人 知道怎么做 王大强不怀好意地 看了一眼李喜娟 盯着李喜娟满脸发红 李喜娟摇了腰嘴唇 没说话 朝后面的仓库走过去 第二天 李喜娟又是值晚班 王大强让他晚点走 说是 有事儿和他说 李喜娟拿不准 因为王大强还要侮辱他 这次坚决不同意 李喜娟一边理货一边想 等大家都走了 王大强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昨晚真是美妙得很啊 要不要再来一次 看到王大强那堆肥肉 凑近自己 李喜娟心里直恶心 他愣愣地说 老板 没有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王大强看他要走 赶紧拦住 开个玩笑嘛 别生气 我正要和你说正事呢 李喜娟戒备地盯着王大强 想知道他狗嘴里 能吐出什么话 你在我这儿也干了这么多年 闺女考上大学是个喜事 我作为你的老板 也该表示一下 明天你找个时间 让你闺女来一下 我资助一千块钱 以后再还 李喜娟本想一口回血 但是她太需要钱了 预知的工资总要还 给闺女带走后 自己也就没什么钱了 怎么生活还是个问题 最后现实战胜了尊严 思量一番 李喜娟回了句 谢谢老板 第二天 李喜娟带着陈颖 到了店里 王大强没誓言 当着众人 将一千元 放在了陈颖手里 还拉着陈颖的手说 好好学习 有事找王叔叔 看到王大强 瞅着陈颖笑眯眯的样子 李喜娟赶紧拉走了陈颖 其他同事一看老板 表态 也纷纷五十一百地 给李喜娟赛钱 甚至还有买东西的顾客 要捐钱 把李喜娟感动到不行 回到家 数了数 算上王大强的一千块钱 李喜娟差不多收到小两千 虽然知道 王大强是为了 在众人面前笼络人心 但毕竟 解了李喜娟的燃眉之急 李喜娟对她的厌恶 少了一些 在去店里 王大强提出 让陈颖过来上班 按正常员工结仇 也算帮她个忙 李喜娟一寻思 陈颖还有一个多月才开学 在家里也没啥事 来了还能挣点钱 就同意了 陈颖长得明艳 又带着一股青春气 来超市上班后 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小年轻 过来买东西 这帮男孩倒也没啥过分的举动 就是爱和陈颖说两句 李喜娟本来还担心 后来看着陈颖挺适应的 自有一套对付她们的办法 就放下心来了 小颖可真是我们店里的招财宝啊 王大强在发现陈颖 引来不少客户后 乐得都合不拢嘴了 李喜娟还发现 自从闺女来了之后 王大强的眼神 时不时地就往陈颖身上摇 李喜娟每天和陈颖一起上下班 王大强也就是过过眼影罢了 弄不出个一二三来 这样一想 让陈颖辞工的想法 也就回到了肚子里 一边做工 李喜娟一边和陈颖准备 上学要带的东西 很快就过去了半个月 这天晚上 王大强不知道和谁喝酒去了 快八点了才回来 醉醺醺的满脸通红 喜娟 你去我姐那边 她那边今天忙得很 又有请假的 人手不够了 王大强说完 打了个酒格 把李喜娟熏得知想吐 之前这种 两个店混着用的人的情况 倒也老发生 哪个店忙 就往哪个店都派点人 反正给谁干也是干 不过今天 李喜娟不大愿意去 本来除了她和陈颖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跟着纸碗班 但是 那个人家里孩子病了 提前走了 自己要是再走了 就光剩陈颖在店里忙活了 虽然人不多 李喜娟还是不放心 别磨蹭了 快去吧 要不一会儿 我姐又该跟我发脾气了 王大强不耐烦了 王大强的姐姐强势得很 身子撞嗓门大 王大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在姐姐那里受了气 就爱往员工身上撒 李喜娟怕她冲尘影洒气 赶紧走了 从王大强的店 到她姐的店 走路差不多十多分钟 可是李喜娟刚走出没多远 就往回跑 带她走到超市门口的时候 卷帘门已经半放下来了 一般只有晚上关门后 才会这样 为的只是让员工进出 李喜娟的心跳得很快 她赶紧爬进去 直奔后面的仓库 门锁着 推不开 王大强你个挨牵刀的 赶紧给我开门 你要是对我女儿 做出什么事来 我要你的命 李喜娟呼呼地 喘着粗气 胸口一起一抚 门没动 但是刚才里面传来的 稀稀粗粗的声音 也没有了 王大强 你要是不想进去 就赶紧开门 我数到三 不开门我就报警了 一 二 门刷的一下被拉开 李喜娟一下子 看到王大强一脸的惊恐 里面椅子上沉影 满脸泪痕 裙子已经歪了 李喜娟跑过去 抱住有些颤抖的陈颖 她深吸了一口气 从包里拿出了一把水果刀 王大强你真是前手不如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这叫强暴 王大强的酒意已经醒了 这阵下得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她是对陈颖有些想法 不过一直也没有什么机会 今天喝了点酒 有些上头 加上店里人不多 就起了色心 本想事成之后 给陈颖几千块钱打发她 没想到 被李喜娟坏了好事 喜娟 是我一失糊涂 我该死 还希望你们大人不去小人逛 对了 你们预知的那工资 就当我的补偿了 后面我会正常给你开工资的 王大强一边祈求 一边扇自己巴掌 王大强 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事 我跟你同归于尽 李喜娟咆哮着说 眼泪哗哗地往外流 喜娟你说吧 怎么办我都答应你 只求你别报警 王大强就差下跪了 三万 现金 这事就算翻篇了 李喜娟恶狠狠地说 我去哪儿 给你弄这么多钱啊 还两天行不 我跟你去旁边那个银行去 你要是敢耍花招 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李喜娟晃了晃手里的水果刀 算你狠 王大强叹了一口气 拿了钱回到家里 李喜娟和陈颖抱头痛苦 陈颖的眼泪里 是委屈 是害怕 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而李喜娟的眼泪里 更多的是愧疚 是无奈 是后怕 是挠心挠肺的痛处 其实 李喜娟早就发现 王大强对陈颖心怀不轨了 她怕王大强 真的做出点什么事来 每天包里 都揣着一把水果刀 想着要是真出事 她就要和王大强 同归于尽 但是同时 她也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王大强 在正要强奸女儿时 被自己发现 趁机讹她一笔 这样既保证了女儿的安全 也解决了自己和女儿的财政危机 刚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 李喜娟被自己吓了一跳 可是 这个念头就像恶魔的种子 在她的心里不断成长 她实在太需要一笔钱了 女儿很快就要开学 手术刻不容缓 李喜娟被王大强派出去的时候 她就想到了王大强的用意 平时王大强有色心没色态 但是今天她喝酒了 肯定会有所动作 李喜娟假装同意 并默默地计算时间 超市里都有监控 她知道 王大强肯定先让陈颖 去仓库拿东西 然后顺便把她堵在那里 在门外等着的时候 李喜娟的心 就像在热锅上烹 都快要裂开了 还好看到女儿的瞬间 李喜娟知道 王大强没有得逞 失去的理智 也慢慢回来了 三万是李喜娟 在超市外面的时候想好的 数目必须是让王大强 能够立刻拿出来 而且稍微肉疼 不至于狗急跳墙 又能保证支付闺女的手术费 李喜娟赌赢了 可是她并不开心 李喜娟不敢将这事 告诉女儿 她怕女儿和自己 生出险戏 可是想到女儿 扣着三万块钱的手术 或许可以收获 一个明媚的大学生活 甚至一段美满的婚姻 李喜娟心中的愧疚 稍微清了那么一点点 怕陈颖难受 李喜娟握着她的手 哄她睡觉 给她讲小时候的去事 直到把陈颖逗笑了 明天就收拾东西去上海 我要守在她身边 再也不让她 受到任何伤害 李喜娟默默地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